卫生福利部补助65岁以上长者 一年一次成人健康检查 透过检查可以知道血糖、血压、血脂数之等 除此之外,平常在家可以利用迷你营养评估量表 帮助长者做营养健检 了解他们是否有营养不良风险 再进一步订定目标来改善 假如不知道该如何调整 可以前往医院营养门诊寻求协助 迷你营养评估 除了进食量降低 接着我们会希望说每个月都可以定期量体重 可以看看过去三个月内是否有明显的体重流失 如果在过去三个月内体重流失三公斤以上的话 那是零分 不确定不知道是一分 有流失一到三公斤是两分 体重都有维持住没有改变的话就是三分 除了体重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看活动量 这个是营养筛减的其中一个部分 如果是一个长期卧床或是使用轮椅的长辈呢 是零分 使用轮椅但是无法自由走动的话是一分 如果可以自由走动呢就是两分 接着呢我们会看是否在过去三个月内有一些 急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心理的创伤 如果有的话是零分没有的话两分 第五点我们会去评估长者是不是有老年痴呆或者是失智症 我们可以借由SPM SQ 失智筛减的小测验来评估是不是有失智症的风险 这个题目就包括是否可以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在哪里 星期几 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电话号码 还有就是妈妈的名字啊 现任总统是谁还有一些数学小测验 第六点的话我们可以看我们的BMI 如果说BMI小于19的话是零分 19到小于21的话是一分 21到小于23的话是两分 BMI如果大于23的话呢那就是三分 如果长者评估后属于营养不良的高风险 建议咨询营养师给予个别化的饮食建议 BMI小于20的话